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元前135年刘安就有谋逆之心 这一年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天象 彗星敬天 彗星的尾巴托得老长 滑破整个天空 中国古人相信 异常天象是异常人世的先兆 于是就有人对淮南王刘安说 当年七国之轮之前 彗星尾巴才数尺长 已经流血千里了 你看现在这彗星委托的 不知是当年的几位 这预示着天下兵当大起 刘安信了这话 积极准备战略物资 等待天下大变 诸侯并争局面的到来 这一等就是十多年 刘安始终没有等到天下大变的机会 直到公元前一百二十四年 也就是十一年之后 发生一件事 把刘安绕进去了 刘安有个儿子叫刘谦 是当时的淮南太子 刘谦喜好剑术 找来淮南剑术名家雷辈进行比试 结果雷辈莫掌握好伙后 击中了刘谦 刘谦大怒 雷辈也慌了 为了躲开刘谦 请求参军打凶奴 当时正是汉兄战争激烈的时候 汉武帝鼓励成年男子参军 但这时被刘安父子压下来了 不许雷辈参军 还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雷辈只好跑到长安 向中央政府举报 中央调查的结果 认为雷辈揭发的事情属实 大臣们给出的出审结论是 淮南王安 拥恶囚奔机匈奴者雷辈等 革命赵 当气势 汉说卷死十次 就是说刘安阻止雷辈参军 奋机匈奴 是违背朝廷赵旨的抗命行为 应该判处死刑 报告打到汉武帝呢 汉武帝说死刑太重了 要改判 大臣们再次讨论 最终汉武帝将惩罚一将再将 说那就销两个线吧 这个结果似乎令刘安感到非常不满 他更加积极的准备谋反 三年后 公元前122年 一次家庭内讧 再次把刘安推上了风口浪解 刘安还有个儿子叫刘不汉 刘不汉不是正房太太生的 也不着刘安喜欢 在淮南王府中没什么地位 根据汉武帝颁布的推印令 刘不汉虽然没机会继承王位 但只要刘安愿意在淮南国的风土里 画出一片土地给他 他就可以拥有一个侯果 然而刘安没有这么做 这就惹恼了一个人 刘不汉的儿子 刘安的孙子刘健 如果刘不汉不能封侯的话 刘健更是什么都捞不到 于是刘健就只使人上告 说刘安 刘谦父子有谋反行为 而且刘健表示自己愿意出庭作证 由于这个控告 朝廷就把刘安父子 作为谋反嫌疑人 立案调查 这个机会又被刘安的一个仇家抓住了 谁呢 就是屁阳侯沈时期的孙子沈青 沈时期是被刘安的父亲刘长杀死的 现在有这么一个替自己祖父报仇的机会 沈青就到案子的主办人员那儿挑唆 要把刘安枉死离整 朝廷最终认为刘安谋反罪名成立 刘安被罪自杀 刘安的弟弟腾山王刘次受到牵连 也自杀了 这两个家族基本覆灭 二不靠谱的犯罪情节问题是 刘安到底有没有谋反行为呢 我们仔细琢磨一下 这中间有一个重大疑点 根据官方说法 刘安从公元前135年就开始准备谋反 一直到公元前122年为罪自杀 连头戴背一共14年 14年来处心积虑 想造反的刘安 其间居然没有正式调动过一兵一组 汉武帝派去做调查的人说 在暗线调查的过程中 刘安曾多次试图举兵反抗中央 没日 没夜的和手下佐吴等人研究地图 讨论军队部署 但结果呢 由于刘安始终犹豫不定 这些计划都被搁置了 这个说法恰好证明 刘安的确没有武装启示的事实 一桩策划了14年的谋反案 居然没动过一刀一枪 这个情况合理吗 果真如此 刘安这个人的光说不略到什么程度 三刘安的谋反动机 当时朝廷认定刘安的谋反动机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实时愿望立王死 史记淮南横山列传 刘安的父亲淮南立王刘长 因为受到汉文帝的处罚绝食而死 说刘安因此心中不平而生一致 看上去还算可情理 第二点是刘安在太尾填坟的鼓动下 寄予皇位 刘安有一次到长安 碰到填坟 填坟对他说 封金上无太子 大王清高皇帝孙 行仁义 天下莫不闻 急功设一日燕甲 非大王当谁立者 史记淮南横山列传 意思是说 汉武帝现在还没有儿子 一旦驾崩 刘安作为刘邦的亲孙子 继承皇位的希望是非常大的 这话刘安听进去了 花重金结交填坟 续养门客 阴谋策划 一个诸侯王继于皇位 似乎是人类常见的贪欲 但再仔细推敲一下 其中一点也很多 我举两个重要的讲 首先是年龄问题 实际说这次对话发生在公元前137年 即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 当时汉武帝才17岁 刘安 刘安已经41岁了 说41岁的刘安大有希望 在17岁的汉武帝死了以后继承皇位 一个思维正常的人 会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 再讲讲对刘安说 这个话的田坟 田坟是谁 那是汉武帝的亲舅舅老 田坟凭什么能当那么大的官 享受荣华富贵 就是因为他这尊贵的身份 现在田坟为了讨好一个把杆子打不着的淮南网 诅咒自己已经做了皇帝的亲外上养不出儿子 得早死 田坟脑袋被门夹了 通过这些分析 我们可已发现这个案子大有蹊跷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件案子真相的理解呢 还真有 四资质通鉴里的这一年除了史记忠刘安的年龄 资质通鉴里也有一个地方能帮助我们破案 前面讲到 据说早在公元前135年 刘安就开始积极准备谋反了 恰恰是在记载公元前135年的大事的时候 资质通鉴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和谋法案里 完全不一样的刘安 这一年南方的敏越国攻打南越国 南越国向汉朝求救 汉武帝决定调动大批军队 帮助南越王摆平这件事 刘安听说之后上书劝谏汉武帝说 这两年农业收成不好 发动这么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 无疑是给老百姓雪上加霜了 这里刘安有一句话非常关键 陛下临天下 不得失会 天下设然 人安齐生 自己陌生不见兵格 资质通鉴卷时期刘安说 我有幸生活在这个太平上 是里面 本以为一辈子也见不到战争了 前半句是给汉武帝戴高帽子 刘安真正想说的 是希望天下太平 不希望看到战争 刘安在这里的形象 和某法案中招兵买马 积极准备叛乱的形象 判若两人 我们很难把这个关注民生 爱好和平的刘安和某法案中性格顽固 一心造反的刘安画上等号 哪个刘安才是真刘安呢 请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 如果你是刘安 你想造反 现在国内农业牵手 百姓生活不安定 汉武帝却要冒险打这一仗 你会怎么对待这件事 那当然是让他打啊 打得越热闹越好 刻棒相争 余翁得利 刘安真想造反 他会想不到这一点吗 某法案里的刘安和资质通鉴里的刘安 反差太大 大到令人吃惊 关于刘安谋法案 我们不能相信汉武帝和他的办案官员们的一面之词 武不得不死的诸侯王分析到这一层 我想真相可以浮出水面了 刘安是被冤 王的 那么 汉武帝知道这桩冤案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西汉中央政府打击诸侯王势力的一贯方针 淮南王父子刘长 刘安都是这个方针的牺牲品 但刘安暗振动尤其大 前后受牵连被杀的有一万多人 汉武帝为什么会选择刘安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呢 我们先来看刘安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实际介绍刘安的第一句话 就是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 古琴不喜意列 狗马实诚 异欲以行音得俯寻百姓 刘玉天下 刘安虽然出身高贵 但却没有顽固子弟的恶习 不喜欢声色拳马 而是喜欢读书 古琴这些比较高雅的文化活动 而且平时关心百姓 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一部汉代典籍 书名叫淮南子 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文化典籍 就是刘安留下来的 不信的是 作为一名诸侯王 格调太高 口碑太好 未必是好事 这很容易遭到嫉妒 更何况诸侯王氏 例本来就是让中央政府寝不安息的一块心病 汉武帝对淮南势力的戒心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刘安喜欢养蒙可 手下搜罗了一大批能人志士 淮南王刘安的门客 苏菲 穆上 佐武 田友 雷贝 毛贝 武贝 以及晋昌和称淮南八宫 后在道教传说中 被演化为八位仙人 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来看 一个诸侯王 把这么多能人召集到身边 意欲何为 这是中央政府不得不防的 班户在汉书游侠转 里面提到一句话 点破了汉武帝猜忌刘安的真正原因 自卫其 武安 淮南之后 天子切齿 魏 霍改杰 魏其侯窦英和武安侯田坟 都是汉武帝早年的称下 他们和淮南王刘安一样 好养蒙可 汉武帝对这种事情恨得咬牙切齿 所以窦英 田坟 刘安这三个人 的下场都不怎么好 成了魏清和获去病的前车之间 因此在隐忍多年之后 这位博学多彩 仁义爱民的刘皇叔 也终于不免沦为 汉武帝政治铁外下的一个牺牲品 以上根据江鹏老师的部分讲课内容 整理而成现场图集 点击图片刻查看大图 图集可往左滑洞上课分为 认真 专入学友兼乐与交流 分享课间休息 冥想茶歇时刻 感谢上海农会景艺术空间的场地支持 课程预告 课程咨询 黄老师13716986368 同微信感谢思想食堂 2018年冠名赞助商 意大利豪华汽车品牌马沙拉底 他们在百年历史中 一直看重和强调思想与精神的价值 意大利的美学品格 也让他们在汽车品牌之林中独树一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